就是买到有点像是照镇发作一样 反正很多想跟大家分享 今天只能接到我的前一组客人 所以等于说我把它拍了20分钟 我觉得它对于身高比较高 或是长得像我比较壮的女生来讲 它会显得比较小一点 就是没有像毛路上有那种随性的感觉 知道原来它有限购 就是一年一个人只能买两款大包跟三个小皮件 很推入手 尤其这款新色 比较少店面有货 蛮推荐在意大利购物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 他们的价差是有的 他们只带好好看哦 就整个是漂亮都不行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一集呢 又是一个刚下飞机 头发还很有的开箱影片 对 就我刚从意大利回来 然后这次买到有点像是照镇发作一样 买了很多想跟大家分享 所以不不期待来拍这支影片 这一集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 我在意大利买了哪些竞品 我会把商品名称在当地买的价格 如果台湾有查得到价格 也要一并上自考 可以让大家有一个参考 好 那我们就先从 这次我最期待的牌子 Goyard 在米兰买的开始 那这一间呢 我去了两次 第一次的时候 我是大概晚上六点多的时候 就抵达 定的是七点关门 记得大概排了二十分钟之后 里面就有店员出来说 我们今天只能接到我的前一组客人 所以等于说我拜拜拍了二十分钟 那我隔天呢 就是早上是十点开门 然后我八点半就抵达现场去排队 然后大概等了半个小时九点 开始来第二组客人 然后九点半后才慢慢排了八个人左右 所以大家想要早起去排队的建议 就是可以不用太早 大概九点多的时候 会开始慢慢的排队 然后他一次放进去的组别数目 大概是三组 所以等于说你排在前三组的话呢 都可以拿到第一批想要拿到的包 然后这一次我来Goyard 最想买的是Hobo Bag 但是可能是前一天是情人节的关系 所以货很多都卖掉了 前一天我看到有人有买到 那我那一天有看到黑色 但是上面是有印狗狗的图案 然后本身没有很想要有印花的 想要最近本款 所以我就没有印买Hobo Bag 不过我在店里有十几杯 我觉得他对于身高比较高 或是长得像我比较壮的女生来讲 他会显得比较小一点 就是没有像往路上有那种随性的感觉 大家如果存了一笔钱 真的很想买这款包的话 建议还是可以到柜场十杯 才知道自己比较适合什么 然后这次我去Goyard 我才知道原来他有限购 就是一年一个人只能买两款大包 跟三个小皮剑 所以如果有特别排队 要去帮朋友买的话 也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那我这次就买了三个小皮剑跟两个包 好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 它的纸盒是这样子 绿色的草绿色 然后这个上面有ingoyard的丝带 里面有一个很像小时候那种钢琴布的颜色 这一款是一个零钱卡片夹 所以它是这种拉链的款式 然后我是买黑色的 它的拉链很滑顺很好拉 里面是长这个样子 两边都可以放卡夹 然后中间这边是可以放零钱的 两边这边也可以放一些纸钞 我觉得对于就是想要小钱包来讲 这款就已经算是蛮实用的 出门带健保卡身份证 然后再加一两张信用卡 就蛮够用的 这是第一个 它是黑色的款式 然后里面的话呢 是有黄色 亮黄色的 觉得还蛮有质感的一个颜色 接下来第二款是一个零钱包 然后里面有可以放钥匙 这边可以绑一个钥匙 这个价格还算好入手 然后零钱的部分 也可以放蛮多 也可以放纸钞 因为你简单出门的话 这个就蛮够用的 然后这个颜色也是黑色 里面就是搭配亮黄色的内力 大家看一下容量 其实说实在就是放卡片啊 然后信用卡 健保卡什么 其实三里面也都算是好拿 然后这边还可以再绑钥匙 这一款算是蛮好入手的一款 而且也很实用 大家看一下外观 接下来下一款是一个卡夹 这个卡夹可以放四个卡片层 然后里面中间有一个大开口 可以放一些纸钞 这一款的颜色是灰色 给大家看一下灰色的质感 我觉得灰色还蛮好看的 然后这边有硬勾压的质量 里面也是亮黄色的搭配内力 灰色是长这样 这样的卡夹 一个很简单 然后薄薄的 就可以满足应该大部分人的需求 因为像很多出门都是刷卡就够了 小巧可爱 送礼自用也都蛮好的 很漂亮的一个颜色 好的三个小皮件就开箱到这里 接下来呢 来看一下勾眼的包包们 勾眼的包包它没有盒子装 是一个手提纸袋 再加一个黄色的防尘袋 那防尘袋的橘感厚实度 我觉得比香奈儿的再厚实一点 对 然后黄色也是还蛮亮眼的 第一个这个是大家俗称的叫 Mini Tote 波特宝 这款是帮朋友买的棕色的颜色 然后这款的特色呢 就是它是可以两面都可以使用 就可以翻过来做使用的 那棕色的里面这款就是全棕色 里面还有一个小包包可以使用 它本身就是这样子手提 我觉得它的容量一般出门来说就很够用 它可以放水壶啊 然后雨伞都放得下 而且整个很轻巧 棕色的是这个样子 这款是帮朋友买的 我自己是买灰色的 这个是我的 是买灰色 对比一下 一款是棕色 然后这一款是灰色 因为我那天买东西的时候好像穿的比较灰色系 所以我就觉得灰色在我身上背起来比较好看 入手了灰色 灰色的话里面就是灰色 然后它不像棕色是有一点拼接的感觉 它的色调就比较一致一点 但是我觉得以这个size 就是小包来讲 我会觉得很单调 简约蛮好看的 再给大家看一次 内定 然后它里面的小袋子是这样子 就是一款很日常的包 就很好看 好的 这一款就是去年卖的很好的小的托特包 好 接下来呢 第三个包呢 是这个 我原本是想要买 hobo的那一款 但是因为就是真的没有 所以我后来就想说 那我来试试看他们大的托特包 那他们的款式其实有蛮多种的大小size 也都有不同的种类 它的这一款是比较随性用软感的 和另外一款的区别 我会把名称放在这边给大家参考 就是它这一款的底是做这样子软软的 那另外一款它有做边角的设计 那另外一个差别呢 就是它这边是没有拉链的设计 那另外一款是有 因为店内 我去米兰的那间店它不能拍照 我都有试背过 我觉得这一款就是没有拉链款的 虽然可能会担心会被偷 但是这一款真的背起来比较随性一点 那另外一款比较正式上班族一点 这一款是GM 就是比较大的size 另外一款中的叫PM 那我身高是16 我觉得PM在我身上看起来小了一点 而且它这个提把的部分 就是PM的话会觉得有点卡卡的 如果你长得跟我一样比较大支一点 那建议就是买GM会比较有随性能买感 那因为GM的话它尺寸比较大 所以黑色灰色棕色三个款式我试背之后 我觉得有一点点拼色的设计 会比较不会觉得那么的突兀 就是灰色如果整个像是这样子 这么大的一个灰色在我身上我就觉得 有点太大了一点 就是太单一了一点 所以后来就是小的这一款呢 我就是买灰色的 然后大的这一款我就是买棕色的 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它这个背法呢 也可以把旁边两个脚塞进去 就不会觉得整个很外扩很大的感觉 这款的用途我觉得出去在台湾 其实治安蛮好的 也不太会说会怕被偷或是什么的 所以出去玩两天一夜啊一些衣服都放得下 然后两边的脚这样子塞进去背 就不会觉得很大 这样子其实也蛮好看 好的 这一款就是GM的size 两个给大家对比一下 这是mini 然后这一款是GM 以上呢就是我在沟牙买的东西 最后再讲一下排队的心得 我觉得以这种拖特包来讲 现在货都还蛮多的 就是如果只是想要买这种款式的话 好像不用像我一样那么早去排队 但是目前看起来Hobo bag呢还是很抢手的 如果像是比较抢手的款式可能需要排队 那其他的话呢就是大概排个半个小时 就可以进店购买得到想要的款式 好那接下来呢开箱的是 Loeve Loeve这个牌子 我买了两条围巾 这一条围巾应该就是大家非常不陌生的款式 就是最红的那一款 之前就有被烧到 然后这次直接去店里面 我就觉得这两个颜色其实都蛮好看的 而且会买两个颜色就觉得 他们两个搭配不同衣服都很实用 像是这一条是近年的新色 看起来真的偏蓝一点 但是实际上如果你搭配白色灰色的衣服都蛮实用的 然后这就配大地色系的衣服 帮一些穿搭招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这两款颜色都蛮实用的 很推入手 尤其这一款新色 比较少店面有货 对这款是我去每一间都有 大家可以参考看看 入手这个比较少人有的颜色 接下来下一个牌子是BB的小皮肩 这个是包朋友买的 我觉得BB的价差还蛮大的 所以对于小皮肩啊或是包包有兴趣的 可以去意大利看看 是这一款 大格的一个两则式的卡夹凌晨包这样子 可以放钞票然后卡片跟凌晨袋 对然后这一款是新色 所以它的价格比较贵 蛮适合女生很有气质的一个颜色 因为我觉得男女都蛮适合购入的 然后他们的皮带我们这次也有去试用 觉得也都不错所以蛮推荐 它们的纸带好好看哦 就整个是漂亮到不行 然后还有给我一个星星 非常的好看 好然后来看一下这次我买了哪几款 这个包装盒超级漂亮 第一个是他们的项链 是买了一条项链跟三个耳环 大家看一下 这个有小钻的款式 然后是很小的很没有存在感的一个项链 下来三个都是耳环 其实我现在还没有耳洞 但是为了想要带这些耳环 我之后会去穿耳洞 第一个是这个款式的 这个款式的是好像是他们很热卖的款式 是一个第二的标志再加一个小珍珠 这款非常的气质型 我觉得应该是送礼 就是非常不会错的一款 好接下来第二款呢 我的挑选都是比较日常的款式 没有很浮宽的那种 第二款是这个非常小的 然后这个店员跟我说 比较特别的就是它是香槟色的 香槟色的一个第二的标志 然后又带钻 它有些是珍珠的 然后香槟色金色或是玫瑰金色 那这一款是香槟色我觉得很好看 是一般日常出去都可以带的一款 下一个这个就是比较大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非常的好看 它是玫瑰金色的 这个样子是垂在下面 然后有一个圆圈圈环形的钻 也是蛮小巧的 是小小的 但是又比较华丽一点点 这一款 所以这次在DR总共买了三个耳环 然后一款项链 进入到这次买的最后两个牌子 买了一个Gucci的墨镜 那这一款会买是因为 不是对品牌有什么名词 单纯就是觉得戴起来还蛮好看的 然后我之前用的墨镜是Gentle Monster的 然后它比较黑一点 那这一款是颜色比较淡一点的墨镜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然后它是在威尼斯的有一种 很像那种眼镜店 然后品牌集合那种 有在打折 这还算蛮划算的 给大家看一下细节 还是这个样子 就是比较淺一点的墨镜 然后有点戴帽色的边框 蛮好看 就把它入手 然后Gucci的墨镜 它的盒子是长这个样子 还蛮有质感 还有附一个丝直的袋子 蛮好看的 进入到这一次最后一个牌子 买了一个香奈儿的小皮剑 因为我之前的包包都是找代购买的 想说这次好不容易 来到有那么多 卖香奈儿的地方的店 那一定是要进去都问问看 但是我一开始想要买一些食品 配件毛帽啊这些 但他们跟我说换季了 但我觉得其实天气还蛮冷的 所以就都没有看到那些 那耳环的部分我也觉得 偏浮夸的款式比较多 就没有看到喜欢的 然后就随意问一下 有没有一些黑色的小皮剑 那我在最后米兰这间店 有看到这一个卡架包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所以就把它买回来 跟大家一起开箱 是一个绒布的橘杆包装袋 是一个银色的银扣 然后荔枝牛皮的卡架 总共可以放三个卡架 然后中间里面 我放纸钞 像这个样子 其实我觉得还蛮难得的 我去了还蛮多间 然后有的是直接跟我说没有黑色 我觉得他应该是就是没有想要拿给我 但没有关系 对啊 就是看运气 然后有喜欢的就把它买下来 好的那这一次的米兰精品开箱 就分享到这里 很简单快速的带过 那详细的价格 然后以及台湾 如果查到价格的话呢 都会整理字卡 或是放在资讯栏 大家可以参考看看 希望大家今天开箱看得过瘾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